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蔡總統說有效的因通膨 房價上漲趨勢 運用各種的政策工具 確保物價平穩 要怎麼樣來確保物價平穩 其實現在大家都發現 不管你走出去 你吃的喝的用的幾乎什麼都漲 那現在還記得嗎 央行總裁楊金龍在11月1號的時候 就是兩個月前 他說台灣沒有通膨的問題 物價上漲是暫時的現象 但是我也想要問問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這個物價是會漲 但是好像要 跌下來的幾率也不太高 它不是暫時限問題 它漲上去就是漲上去的 很少還會真的有下跌的 那麼在這個11月5號的時候 官員強調說國內並沒有通膨 民眾感覺到通膨壓力 是因為你買的蔬菜水果油價 漲幅比較顯著 這是這些專家們 對於這個通膨這樣一個說法 辛華 我聽了我們官員這樣講 我們真的聽了膽戰行情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很多的物資都是來自於進口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進口的物價指數 從今年以來已經上漲超過20% 還有叫做鈍購物價指數也是上漲 大概從5點多上漲到15點多 上漲三倍左右一個指數 還有我們最關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們11月大概聽到了2.8幾 可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一般平均的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去觀察針對這些 比較低所得跟弱勢的家庭的話 他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可能飆到超過3了 這都是一個非常嚴峻的狀況 所以我不知道我們的官員 到底他們的這個感應 對民生什麼蚵仔麵線的這個感應 到底怎麼樣 很顯然是一個非常重大一個落差 這第一個 最後我們大家回想一下 這個美國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還有美國的財政部長 他們都講說 將來在談這個通膨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不能用暫時性這樣一個觀點 意思是說 連美國的高級官員都認為說 通膨不是一個暫時性的問題 它可能是一個非常長期的問題 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官員 對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這個時事的判準 還是非常錯誤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將來 我們的民眾 可能還要受了很多的這個民生疾苦 而我們的官員 卻還是自我感覺良好 高高在上 特別是我覺得 現在的蔡英文的文告 大家看了之後 不只沒有中華民國 而且充滿了想想風 蔡英文就是把很多的事情 用一些美好的一些詞彙 我要多元的發展 我不要這個單一的這個 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我們要多元的關注 天啊 他還把這個希望放到 要跟未來的CPTPP 還跟美國簽TIFA BTA等等 我真的很想問一下 各位 我們吃了萊豬 我們吃了核食 我們就真的可以加入CPTPP嗎 真的嗎 我們真的可以繞過中國大陸 不跟中國大陸搞好關係 我們就可以加入這些國際組織嗎 或是國際談判嗎 還有各位 蔡英文告訴你說 我們要跟美國簽BTA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BTA是我們跟美國兩邊要互相談判 以蔡英文現在單獨壓寶美國 把美國視為爸爸這樣的狀況底下 你覺得我們跟美國談判的時候 我們可以占到好處嗎 還是我們只會被美國吃豆腐呢 好 我們再回來看看這個物價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我們的便當的價格也好 我們的飲料的價格也好 我們去買很多很多的生活物資的這個價格也好 我們好像都只有聽過上漲 而沒有聽過下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官員 可能某一程度來說 不要再談什麼通膨什麼問題 你們請你們就把穩定民生物價 這個當成你現階段 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其實老實說 我對於蔡英文的執政能力是非常悲觀的 第一個 她就這種想想的風格 抓不到重點 老是喜歡搞異色形態的東西 不務正業 只想要前置人民的思想之外 我們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 去年疫情到現在 我們全球的交通跟物流 是不是還是依然受到阻塞 是不是 還有我們的這個能源的價格 是不是一直的上漲 是不是 還有我們的民生物價 是不是也是一直上漲 還有我們的房市價格是不是上漲 房市價格上漲 那對於租金的一個比例的話 自然租金也不可能下降 租金在CPI的計算裡面 占的比數還滿高的 所以綜合剛剛所有這樣的因素來看 說真的 我覺得在蔡英文的執政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範圍底下 我真的看不到我們的物價 將來可以回歸正常 回歸平順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還是要奉勸蔡英文政府 與其每天去搞這種意識形態的鬥爭 搞前置人民的言論自由 不如好好地關心一下 我們民眾的民生物價 是不是可以穩定 因為這才是民眾非常直接的感受 關係到我們生活幸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對這也認為他的定義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類的一場 請在你的信心中 回到你的這些知名 後衛生物事務所在旁邊 然後 pledge表現 要求佔一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